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千花台上如摄纳佛 三句境界难得闻 经于无量聚之节 读诵授词易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请放掌 梵网经菩萨戒本会节 各位居士大家午安 欢迎同行 请放掌 请翻开课本讲义 课本讲义 第261页 第261页 第三行 第三行 魁六 曰行 我们上礼拜讲到了总辨轻重的部分 总辨轻重的部分 我们讲过了总辨轻重就是隆重的来辨别到这个业到罪的轻重 那我们讲过了前面五种 约着境界 约着延迟 约着所对的人 约着损害的情况 以及约着对方心态 我们所面对的人 我们所面对的人 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的情况 那么 他的罪的轻重就不同 今天我们来看到 魁六 约行就是 就是约着佛法修行的一个行词 我们来自占毁他的话 有哪些情况 佛法内人找到没 就是讲到在佛法里面修的一些修行人 指的是不是外面没有修行的 而是有在修行的 这些人就相当于我们在红衣大师的南山律在家被染的别行篇的后几段 我们讲过那四种情况 出家人有犯罪行 犯服刑 是不是 这里面就讲到所谓的 犯服刑的部分 回去大家可以再参照一下 基本上 基本上 这个 法藏大师的时代 法藏大师的时代 和 道宣律祖 这个 几乎是 差没几年 的一个 初唐的 这个年代的人 当时 魏晋 这个 南北朝 道堂 这里面 所产生的一些修行上的一些 各种 修行人的状态 大概 大概都已经 会归为 世类的 行人 这个 就是在讲到 不是造罪的修行人 而是 有在修行的人 只是他的修行 没有 那么的圆满而已 基本上 这四种人 所谓的世畏起行 这四种 这四种 接位的来 升起修行的这些人 不爱就是 下面讲的 界定会三学 有的人就比较偏重 三学的一种 有的人偏重 修戒 有的人偏重 修戒 有的人 偏重 在修慧 乃至于 所谓的 雜行 就是所谓的 修福的情况 那这四种人 基本上 都是有修行的 都是值得 我们大家来尊敬的 只是 因为有所偏好 乃至有些 这个缺点 这个缺点 值得我们要来注意 假如我们是属于这四种中的一种 我们要 自己要检讨 来修正 但是 毁谱 那都是不对的 都值得我们尊敬的 我们在第一学期讲的这个别行篇 都有提过了 我们看到第一种 叫做 约着戒学来讲 有两大类 第一种的状况 所谓的 所谓的角义 或者念交 是不是 交义 是不是 还是 角 查一下字典 就是 这个 交慢的交 念 还是 查一下注意 意思就是 交就是 有假托的意思 查一下字典 有假托的意思 意 就是差异的意思 也就是 假托一些 不同差异的相状 来自占 然后毁他 那这位菩萨呢 虽然自己没有破戒 可是 因为 都是凡夫 所以呢 心性当中不是一个 很圆满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 假托 这个 假戒 差异的相状 来 做这个 自占毁他 虽然 没有破戒 可是呢 心性当中 当然就不是一个很堵直 很正直 的一种情况 或者是说 樸素直 直直的情形 这样听得懂吗 那内心还是有这个 弯弯曲曲的一些 心思 到底 烦恼还没有完全的 除静 所以还是有缺点 不过都在修行 他还是所谓的 好 有修行的 生人或是菩萨 我们应该对他尊敬 那他的内心 依止这种偏邪的一种 思维计谋呢 那 就会出 现出什么样子的威夷呢 就是异于常人的威夷 然后 炫耀世间 来炫耀他的位移 给世间人来看 那目的呢 心思不是很纯正 要透过这个差异的相状 来求得明文义啊 那本来就没有这样子 完全清静上求的心 来追求出离的圣道 来追求出离的圣道 所以呢 会怎么样 溥溢于人 就是普遍的来 压抑其他的人 说呢 你们位移不好啊 没有像我这样子 有修行 有威夷 完全就是没有道德啦 这种状况 其实 也是一种修道沙门的一种道贼 这讲的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千万不要 拿这里面的字迹去 看到有些人 这个乍现威夷 就要来 这个 毁谤那些乍现威夷的一些出家人 千万不要这样子 他还是有修行的 或者是说他 他 也是一种佛法的道贼 哪一种道贼呢 就是端正威夷的道贼 或者是把这个贼呢 用动词来讲 用道章句话来说 他是偷盗端正威夷 这种 这种都是修行上的一个缺陷 这种都是修行上的一个缺陷 比如在加设经 还有保基经 都有这种乍现威夷的一种缺点 在提醒出出家修行人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点 约浅世 就是约着出浅这种 持戒的这种辨别呢 来说 那所谓的怎样 性非生智 就是他的心性当中 没有佛法 很深远的智慧 也是刚开始修行而已 还没有到一个阶段 那有时候就有这个缺点 仗势着自己持戒的行持 至少他还有持戒了 但是呢 他就以为 这样子 就是一个出离的圣道人 然后灵他 灵就是霸灵的那个灵 也说欺凌也可以 就会欺凌他人说 你们这些犯戒堕落的 未来要下去哪里啊等等啊 这样说 这样就有过失啊 这样子就来自战毁他 就不好 那怎么样子欺凌别人呢 说是圣极 圣就是一些 像大圣的圣啊 也可以在 一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 他有修一些功德 智慧 像譬如说 指观的功德 可以令内心 这个极静下来 那将来的话 就能够 究竟能够来断烦恼 出生死 像有些人呢 就修指观很急啊 那戒法就会偏啊 那结果呢 就被这些辞 比较辞戒的人呢 就来批评他 批评这些 你们只会打坐 指观都没有辞戒 那讲得太过分了 太 就有点 不是有点 就真的是 所谓的 自战毁他啦 自战自己辞戒的功德 毁谤他人修指观的功德 就有这种缺点 当然呢 这个 种种啊 我们不要去 用这点来去批评别人 否则就是在讲别人的是非 是不是 自己知道就好 知道有些这些现象 以后我们不要犯 看到有人是这样做 笑一笑过去就好了 那当然不要大声笑 内心知道说 嗯 这样不好了 嗯 那你假如被他骂的时候呢 嗯 就笑咪咪的哈 要忍耐哈 修指观的人哈 呲戒不是很好的时候 位移不好的时候 啊 或是修 修智慧的哈 的人呢 啊 位移不好的时候 啊 被批评笑一笑啊 啊至少所谓什么啊 啊 出手不打笑脸人 对不对 啊 对方就会 嗯 也不会继续再讲下去了 啊 就减少对方 这个 嗯 自占毁他的一个过失 哦 你不要再跟他顶嘴 啊 啊 越闹越大 啊 那就不好 嗯 因为大家都是凡夫嘛 哈 有的人会偏修偏慈戒 有的偏修指观 啊 偏修 啊 经典智慧 啊 或是偏修 后面会讲到的这个 嗯 造福 雜行 啊 修 修福报的 啊 这个呢 大家都不要彼此攻击 这样佛教界才能够安宁 嗯 嗯 所谓的 身战胜佛法心 是不是 有听过啊 啊 啊 然后怎么样 趁 所谓的趁吉 戒环 嗯 就是刚刚讲过这个意思 就懂吗 嗯 会批评别人啊 这样子的现象 然后 等到 因为他没有去修智慧修指观 听到这个 嗯 佛法里面讲到这个 空 啊 空性 思想 啊 佛像 佛法实相的道理 这些空性 啊 空无自性的道理 他内心就会怎样 恐怖不能接受 啊 啊 那这种持戒的人 啊 啊 其实也算是佛法中的一个冤家 啊 啊 啊 会障害他自己的修行 啊 啊 所以也相当于是佛法中的盗贼 因为跟解脱的佛法 还是有 啊 对立的情况 还不是很圆满 啊 啊 不过他还是有持戒的功德 啊 啊 啊 就是这里面引出的是 啊 出自于佛藏经 啊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所谓的乍现威夷的一些 啊 不好的现象 大家来自己 啊 检讨自己 不要啊 看看自己有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偏向 啊 再过来看到 曰者定学 啊 可以分为两大类 啊 啊 第一种呢 就是越着贪心 还有狂骗的心 来自占毁他 那这种人呢 啊 因为个性怎样 性要名利 好要名文利养 所谓的名利心很重 啊 啊 那因为出了家 啊 在森林道场里面 啊 阿兰若中修行 处在这个山林道种 山林道场里面很久 非常的安静 啊 那 那环境太好了 他就会内心 就会 啊 得到少许的一种 沉静的那种 感觉 那 啊 这个定力会 慢慢的增上 啊 彷彿就显现出禅定的相状 啊 有时候他就误会了 以为他很 啊 已经有一个 啊 正骨 这个所谓的正量呢 就会怎样 炫耀世间人 啊 招大 啊 翻过下一页 啊 就是招揽这个 啊 有时候就会来 借此来招揽 啊 比较多 比较大的一个名文 乃至于利养 啊 啊 那也是跟前面的这个 这个 借学的这个修行人 也会 普逸于人 啊 普遍的去 啊 压抑别人 啊 啊 的修行 就讲说啊 那边 反过来说 啊 那边都没有禅定的这个 嗯 相续的相状 啊 那 然后呢 系以为非 啊 这些人都不是修行人 都不入流 啊 这样子的话 啊 就是相当于是一种 阿兰若的道贼 佛叫我们在安静处 急静处修行 阿兰若处修行 不是这样子的相状 啊 会有这个缺陷啊 啊 出自于这个 华手经 啊 大家可以去 呃 参考一下 里面的这个 啊 内容 啊 另外 啊 这些人 啊 这些人 不应该 不应该 借着这个 啊 观念 啊 借着你的这个 少许的一个正量 来夸赞自己 贬异别人 啊 啊 这个要小心 啊 啊 但是我们也是要再强调一次 也要尊敬这些有修禅定的人 啊 虽然他 自占毁他 啊 笑一笑就过去啊 啊 但是啊 不要去批评 啊 第二点呢 就是 第二种 也是修禅定的一个缺点 就是 约着邪慢来讲 就是有邪见高慢的心 啊 来自占毁他 啊 所谓的性非多文 就是他的个性呢 不属于这个多文的一个 啊 啊 这个行者 啊 啊 经论修的不是 看的不是很多 啊 啊 那有时候会不清楚修行的方法 啊 啊 修偏呢 就依着这个 山林来修行禅定 那这时候有时候有一些 优点 啊 啊 这个 会有鬼神来加持 使用他怎样 获得禅定 甚至能够见到别人的 啊 心念 啊 的活动 有他心通 啊 那因为修禅定的人 这个鬼神 这个鬼神会佩服你 啊 所以有一些神通 啊 啊 啊 有时候会 他心通 啊 有时候不是自己正德的 啊 是鬼神告诉他的 啊 啊 那他自己自己不知道 啊 有些鬼神 啊 鬼通啊 啊 不善知觉 啊 不能够善于觉知 這個其實就是鬼神通 不是自己有神通 啊 啊 就誤會了 啊 乃至于这位仗士的 這個有鬼通呢 來升起了高慢心 那也是一樣 啊 啊 會招攬大的明文立揚 然後呢 也是 跟慈界的人呢 進一步的來凌辱 清滅其餘的人 啊 啊 然後認為你們這些沒有神通的人 都不是非法 啊 啊 你們是非法的人 啊 啊 所以系以以為非 啊 啊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邪见 這樣子的高慢 就會傷害到佛法 啊 這個大家都要小心 啊 然後 這裡就 法上大師也是依著當時的這個 啊 嗯 佛教界的情況 啊 這樣歸類 啊 說這個其實也是一種魔黨 就是魔王的半黨 啊 是魔王當中的大賊 雖然很有福報 那魔王他很有福報 是不是 也有一些神通 是不是 啊 嗯 比我們神通多了 啊 但是沒有漏盡通 沒有這個 啊 正信的這個修行人的通 神通 啊 啊 這個也是在《起信論》跟《華守經》裡面有講到的 啊 這個是 法藏大師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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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引經據點的一個 歸納的方法 歸納的一個情況 歸納的一個情況 第二大類是約神 第二大類是約身 嗯 就是因為會學是修智慧嘛 所以就是約著淺薄的智慧 來自戰毀他 啊 啊 這時候怎麼樣 這樣這種修行人 他的個性呢 就是有少許的聰明 啊 啊 這個看經典比較快 啊 啊 記憶力好 啊 送 可是怎麼樣 送學無次第 就是他背誦經典呢 學習經典 學習經典 沒有次第 啊 可能沒有好的老師來教他 啊 然後 名利衝心 就是 內心裡面呢 為了名文立揚 啊 被這些所衝擊 然後 急遇 就是急著預備來為別人講說 啊 但是他是用自己的見解 來意度 來決斷經意 啊 因為學的很 還不是很深 啊 所以有這個缺點 然後怎麼樣 就會 就是 非毀古今 就是在 非跟毀的意思差不多啦 就是在責備 在毀謗的意思 也就是 不是責備古人啊 乃至於毀謗 當今的人 那為求名利 那這也很簡單 就是心裡面想要 追求名文立揚 啊 那原來 那原來 這個原跟原 原因的原 意思一樣 他原來就沒有 想要 出離三界的心思 啊 然後就 然後就 仗是自己呢 大膽的這種 啊 講說 啊 自己也沒有 修行 啊 也怎樣 親無界定 啊 反過來來 這個 親世 侮辱呢 啊 前面兩種修行人 啊 就是此老實 此界的 跟修禪定的人 啊 這樣聽得懂嗎 喔 這種也是一種缺點 啊 甚至 講 誇張一點 就是賣佛法的賊 就是販賣佛法的盜賊 那當然未來就會遭到 不好的果報啊 痛苦啊 很大的痛苦的果報 啊 這裡面也是出自於華言經中 啊 啊 所講到的摩業 的情況 啊 再過來看到第二類 修智慧的人 他修得深一點 那也是有這個缺點 那也是有別的缺點 什麼狀況呢 啊 他的個性少明辨 就是呢 個性有少許明白的辨別 啊 當然還是有真的 有一些智慧啦 比這個淺學的 還深啊 是不是 啊 雖然他對二聖的這個經律論 三藏 文藝 有少許的通達 啊 可是由然不能夠獲得 大聖佛法的 實相智慧 對 所以怎樣 啊 既然就正當的 啊 嗯 會不會批評說是半瓶水啊 啊 想叮噹 這樣意思啦 啊 就會怎樣 啊 正當他在弘揚佛法的人 他明立心出來了 想要貶 貶 貶 貶別人 那這時候就會 讚嘆明文立揚 啊 然後呢 來勉勉後來學習的人 啊 當然也不是壞事 我們後面會講到這個 開源的部分啊 啊 會有這個現象 啊 然後也是一樣會怎樣 飛回古今 前面講過啦 就是責備古人 毀謗金人 瞧不起古德 看不起現代的人 的意思 這樣懂啊 啊 然後顯示自己是 獨一無二 絕妙的見解 啊 然後葬事這種 啊 情況 這種知見 知覺 然後敢說 當作敢講 啊 當作是一個功德 而生起高慢欺凌他人 的現象 啊 這是有這個缺點的 啊 這種現象我也碰過了 啊 有時候我們在講一些 特別的意思 啊 嗯 我在網路上 之前我們上課也有提過啦 我在 說明這個 這個 我們就不要把這個 裡面的對白 情況 說出來啦 我就說有這種現象 喔 有這種修法 本來佛法就是 你要 往生 可以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 也可以往生 靈略 內院啊 是不是 甚至你就是 增上 嗯 增上行 再 升到人間 也有這四種方式的 發願對不對 沒有誰是誰非的問題 都是好的事情 有在修行就好了 可是就被 對方啊 就馬上說 嗯 供高我慢 欸 欸 怎麼啊 欸 欸 欸 發水不入 供高我慢 發水不入 批評了 欸 怎麼有跑出這個字來 我說趕快 我趕快 準備要回話 一看欸 不見了 他 罵完了以後 馬上就跑掉了 退出了 群組了 我不曉得是誰講的 這個呢 也有普遍這種現象 當然我們就笑一笑了 因為 他有這個缺點 我們自己也有缺點 我們不要批評別人 就笑一笑過去了 這樣懂嗎 我們都是凡夫 都會有過失 修的 修行上都有深淺 是不是 有這個結位 甚至連第一個結位都還沒有 是不是 這個 總之啊 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我們不要拿著這種現象 來批評別人 有這種 會學 修會的人 他們一種缺點 來批評他 那等於是就自戰毀他了 那就看 講多少算多少 他的因果 他自己當 那我也不 我也不希望他有當這個因果了 他看了以後馬上退出來 他可能也 這個 會退縮 他可能也會檢討 當時是那樣子 四年前五年前是那樣子 現在他說不定已經修上去了 他自己有檢討 又懺悔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也不能夠批評他 我只告訴大家有這種現象 我們要小心 不小心我們就會去批評別人 自戰毀他 常有的事情 我們就好好的懺悔 我們的菩薩戒 不是一兩 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修成的 是不是 不是兩三 兩三節就可以修好的 是不是 是累結要修的 慢慢來 我們會有缺點 修不好 我們就自己檢討 別人批評 我們能接受 我們就增上 好 再過來看到這題外話 就看到這個 下一句 但送 送此法藥 找到沒 倒數第三行的 第一個巨鬥跟第二個巨鬥之間 找到沒 就是口裡面 只是但是呢 在送此佛法的藥方 然後 沒有把這個佛法的藥方 拿來治療自己心中的毛病 像這樣子的人呢 其實自己就已經背負到重大的過千 更何況於佛法當中 又進一步的生起執著的毛病 盛不可救 這很好瞭解 就是就很難救了 很難救拔 所以說其在 在 這裡就講一個例子 這裡面呢 法藏大師就講出一個 講出這個八個字 十個字 說呢 其在水中出火 以河滅之 大家有沒有去南部嘉義還是哪裡 還是台南 水火同源有沒有 那是因為瓦斯 跑出來然後點了就 找了對不對 水火同源 那這個 類似這樣情況 那就是說 好奇怪喔 水中 怎麼會生出火來呢 那要用什麼火 要用什麼東西才能夠消滅它呢 那 用這樣來比喻啊 我們 我們 本來 我們有 得到佛法的 法水 可是怎麼莫名其妙 又生起執著 生起的煩惱火 是不是 用這樣來比喻 這個修會學 的一個缺點 煩惱還沒有熄滅 那 這樣來暗示他 那這種人呢 是 也是少許的會 傷害佛法 也是一種盜賊 那 出自於這個佛藏經 乃至於 《地藏十文經》 有這樣子的記載 有這樣子的記載 最後我們看到第四種 叫做 約著雜行 修福報的人呢 那當然也很重要了 跟眾生結緣 將來 成佛才有這個 佛果 這個 這個 有這種 佛圖的 這個成就 我們休息一下 再繼續討論 繼續 我們來看到 課本講義 課本講義 第263頁 第263頁 第一行 第一行 指示 約札行 這個第四種的修行人的缺點呢 也會來自占毀他 他是修 修 這裡面呢 也可以分成兩類的人 大約分成兩類的人 這也是當時唐 初唐時代 大家的一個共識 我們普遍修行人的四大類 裡面的最後一種就是修福報的 這種行持的人 也會有這種缺點 那第一種呢 就是約服行 就是他約著修福這樣子的行持來講 那他不小心呢 也會自占毀他 那這種人呢 那這種人呢 個性不是 直直 剛剛有講過了 那直博 朴實 正直 不是很正直 心思呢 彎彎曲曲的 那不小心就會 那不小心就會怎樣 那不小心就會怎樣 一指苟且 尖巧 的一種計謀 然後呢 然後呢 希望大家共同的來 推崇這種 奇特 出眾的 福報 所以叫共從祈福 這樣聽得懂嗎 那也是有這個缺點 會炫耀世人 然後 他呢 這個地方就不一樣 就是他是為了要招贏重秤 那這個念秤 聽得懂嗎 會有註音 秤金 那個秤 就是供養出家人的一個 這個東西叫做秤金 秤也有這個是重的意思 厚重的布施 那什麼叫厚重的布施啊 就是金錢財物 財物比較重的東西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珍珠瑪瑙啦 或是金錢啦 不一定 就是重的東西 貴重的東西來布施 他想要來招攬 然後收取 所以叫做招飲 大家聽得懂嗎 他的心思呢 是主要是在於 移少乎多 本來我們修行人 夠用就好啦 可是他要用自己少少的資金 甚至呢 用這個方法來招呼很多的布施 所以很多出家人這個 被批評說 拿這個信徒的這個錢去什麼 去這個投資 那個基金有沒有 不要去玩股票還好啦 但是他有時候會去投資基金 這個 用這個就不太好 當你錢就以前來滾錢對不對 那不是跟做這個錢莊銀行的事情一樣嗎 這個會 招來世俗人的這個什麼 這個基賢 那假如是像唐代那個 是不是叫 也叫一行禪師 不是那個寫那個 黃曆那個 不是那個 算 算那個什麼 紫維斗書 或者說算那個 算命的那種 立法的那一位 那是一行禪師 是很有名的 但還有一個也叫一行禪師 這別名了 所以後來就把他 不叫他叫一行禪師 另外一個名字 因為他是用這個所謂的資金 那因為 知己 因為 寺院裡面有一些財產對不對 那用這個財產來這個 就是 借人家 借給窮苦的人 對不對 那等到發達了 再來還錢 那等於是把 償付於民 這個就用這種事情 是誰可以做的 古代只有皇帝可以做的 償付於民 錢借你 然後你那個 你去經營 然後利息回來 或是一些官員 這個 會被人家批評 這個 或是說那個 錢莊啊 是不是 等於是跟錢莊銀行搶生意 就會被人家批評 是不是 搶我的生意 我當然要批評你 結果就 後來就鬧到這個武則天那邊 就把他禁掉 把這一派的這個僧人把他禁掉 他用這所謂的什麼無禁帳的思想 來經營這個 來經營這個佛教中這個多餘的錢 他把它變成活錢 那等於是跟 剛剛說的跟錢莊搶生意 所以會 他們會 他們會嫉妒他 嫉嫌他 告到皇帝那邊去 就會被禁止掉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事情 以少乎多 是不是 等於是以前滾錢 賺利息 是不是 有這個嫌疑 這個修福報 這個地方就是 在講這件事情 以少乎多 聽得懂嗎 什麼叫以少乎多 你講這個實例 這個無禁帳思想 這一位這個學派 教派 你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然後既遂其所求 就既然就 睡成 就完成他所追求的利養 可是呢 不小心 他就會怎樣 升起高慢心 乃至於欺凌污衊 其他沒有利養的人 有的修行人 少欲知足 不去碰明文利養 他就來講人家的是非 說你們都不修福報 福煞道就是要有福 才能夠讓眾生來享用啊 不修福 那不是修行 這樣子的怎樣 狗 非 就是狗且偷安非法 說罵他們是狗且偷安啊 然後非法來看待這些沒有利養的人 那些修定修會的 持戒的 都被這個修福報的人 這樣子來 來批評 這樣子就是 不好的 對於利養是如此的 乃至於明文也是這樣子 利養既而明文亦然 這樣聽得懂吧 很簡單 這種人就是 也是一種販賣佛法的盜賊 這裡面也是 法上大師有引經據點的 出自於這個 加色經 來講這種情況 那修福報的第二種缺 缺點就是怎樣 約於行 就是說 約著其餘的修行 來抬高自己 壓抑別人 這種個性不是 有智慧領悟的 所以他們就會隨著 他自己學習的那一個法門 就會封閉而執著 然後進一步的也是同樣的情況 炫耀自己的所學 然後來招 怎樣 炫其所學 剛剛那個即便封著 聽得懂嗎 就是會封閉啊 執著啊 所以呢 炫耳 就炫耀自己所學 來怎樣 招染名利 就是名聞利揚 然後拨於 就是挑拨別人所學的其餘的法門 或者是行詞呢 就說 你們這樣子不是究竟的修 修佛法不是這樣子的 不究竟不圓滿的 這樣就不對 這也是一種怎樣 魚人 賭害 就是魚吃的人 賭害佛法的盜賊 那以上呢 舉出這四種人呢 四個接位的人呢 在理上或是實際上 都是通於佛法的行詞 那只是稍微都有這個狂為 就是欺狂虛為的情況 所以我們應該要小心來防患這種過失 應該要準照前面這樣子來減別 勸諸 然後怎樣 勸諸後學 就是 勸勉其他諸多的菩薩 後學者 切勿使令自己的內心 掉落到這四種情況當中 那這些事例呢 都是出於佛講的 這以上的四類經等等 寶基經 寶良經 家瑟經 佛葬經等等 所以要 法藏大師就在這邊勸勉我們 大家要獨在心腹當中 聽過 法藏大師的勸勉 我們要記在心裡面 然後來好好的培養自己的真正的菩提心 不要偏離 產生這四種 世類人的一個缺點 因為每個人的根器 每個人的出生 環境不一樣 還有前世的發心 不一樣 有的出自於 貴族 有的出生比較低賤 這是有階級的意思 這樣講是不太好 但是就是說有的人出自於商人 有的人出自於農夫 有的出自於是貴族 或者是有的人出生於這個氏族 古代的學問都掌握在氏族的手中 所以為什麼那些氏族 這個學問多 考功名都是他們先的 從小就開始念書了 這個從小家教 都是請最好的老師來教對不對 那普通人這個怎麼跟他比對不對 現在以現代的狀況來看就是這樣子 有錢人他從小就 發錢是請人來家教對不對 然後學應該有的 當然這個人不好好學也有啦 不良子弟當然會有 但是大部分的話他們優勢會比較好 除了這個學得比較快 比較提早學習 除了是亞毛助長的 那個 產生的反效果之外 大部分 他們百分之八十都是 比別人這個 在騎保田上 先跑對不對 所以他們比較優勢 他們學會比較多 那就跟氣 就不一樣 走的方向不一樣 就會有這四種 情況發生 但是我們要記在心裡面 我們假如有這些缺點 我們要自己檢討 然後呢 也不要借著以上講過的這些 各類人的缺點 去批評別人 把它歸雷說 你是乍現威夷的持戒人 你是某某只會 怎麼樣怎麼樣 是不是 供高我們 法水不入的那些人 這個都不對 彼此攻擊都不好 再強調這一點 就是 有一位法師叫 有一位大德 名叫什麼 惠律法師 常常在提醒我們一句話 生戰勝佛法心 是不是 不只是生戰勝 我們居士跟佛教圖之間也是一樣 彼此讚嘆 不要彼此毀謗 這樣佛法才會長久留於世間 這樣懂嗎 最後這個心五 七眾六簡 七眾的佛弟子呢 都有可能違反到這一條界 不管出家或在家的 只要受菩薩界 所以就不應該怎樣 不要自戰毀他 這樣懂嗎 再來第六科 叫做大小同意 相對於大小聖的修法 他們的這個 輕眾的情況 判罪當然有一些 不同 所以大小聖的判罪方式不一樣 那大聖為什麼判為眾呢 因為大士 就是菩薩大士 他是要立安 就是立義眾生 安穩眾生 叫立安 聽得懂嗎 是以這樣子的目的 為根本 所以就菩薩大士 假如這樣子自戰毀他 就患了重罪 但是小聖的話 他這個自戰 跟毀他分開來 在聖文界裡面 自戰就等於是患了第七句 就是 第七篇的 小聖 是不應該這樣子的 那毀他就比較高一點 就患到第三篇 他們是分開來結罪的 所以叫不和在一起來結罪 這樣聽得懂嗎 這個是聖文界跟大聖界的分別 再過來看到 再過來看到 第七科 善知通色或通塞 都可以 我們要 要好好的 了知融通的情況 融通開源的情況 或者是要遮止避色的情況 也要明瞭 不要隨便判罪 判錯了 那 最重 判輕為重 判重為輕 這個都不好 都不對的 所謂的 融通就是開源的狀況 有三種 找到沒 鮮明自戰 這裡面就分成兩大部分 一個是自戰的部分 一個是毀他的部分 還有第三種就是 有沒有求名利 有沒有這種心 來判罪 那第一種呢 讚嘆自己 再把它分成三大類 這個 讚至所行之法 就是讚嘆自己所修的法門 然後使令他人跟著來菩薩 跟著菩薩來修學正法 這是第一種情況 然後第二種情況呢 就是為了使令眾生內心 不要生起 對那些沒有信心 生起的眾生 讓他生起信心 這樣懂嗎 就是那個什麼 是 叫是什麼 不是是主義主 叫什麼是 那個三十七道品裡面講的那個 就是為生信者令信 以生信者令增長 這類的意思 那還沒有信心的人 讓他生起信心 這樣子來自戰毀他 也沒有錯啊 是不是 這是開源的部分 那假如自戰毀他是已經 以信者令他增長 那他已經生起信心了 為了讓他來增廣 然後來 他已經修這個法門了 為了讓這個法門好好的修 就說你好好修這個就好了 其他不要管 其他都不是正當的 你這個一門深入才是對的 這樣子來勸他 來毀謀自戰自己的法門 毀謀其他的法門 這個師父這樣教導也沒有錯啊 就是讓以信者增長 對不對 但是有個重點就是 若實有此意 找到沒 我們真的有這三種的利益 那菩薩自己讚嘆自己 但是他不掺杂著個人的貪心跟傲慢心 高慢心 這樣菩薩讚嘆自己 這個也不算犯自戰毀他 這樣懂嗎 那不讚反而有罪 你不讚嘆自己 讓這個你的徒弟 眾生來升起信心 他就沒有得到利益 反而有罪 因為乖偉的這個眾生的利益 是不是 第二種毀他的狀況 毀他的話 第一種就是毀邪道 毀謀他人的時候 是毀謀誰啊 毀謀那些偏邪的道法 然後使令眾生來歸向正見 這個聽得懂吧 很淺顯 捨邪歸正 改邪歸正也可以 這個意思 第二種就是毀直見 就是更高一等的就是 在毀謀眾生執著的見解 然後使令他離開他的執著 這樣來毀謀對方 或是自戰自己的法門 目的是要為了放下眾生的執著 這樣也沒有犯 那懂嗎 第三種情況也是開原的 要 毀謀惡劣的行詞 使令眾生要捨離這些過失 這個也是不犯的 也是一樣 不可以摻雜了 稱什麼 稱慧心還有高慢心 這樣做才可以開原 因實有益 就是真的 對眾生有利益的 相應時機 第一 這個根器找對了人 找對了根器 相應他的法門 相應他的根器 來開導他 是這樣的心態 然後怎樣 這樣子毀他的話 毀謀他 就不犯戒 所謂的我們以前講過 佛法就像 藥一樣是不是 法藥 應病與藥 有什麼病就吃什麼藥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來開導眾生 開導自己的徒弟 也是開原不犯戒的 反而你不這樣做 不去毀謀他 反而有罪 第三種 第三類就是求名利 也是有分 不是三種 是兩種 這樣子也是開原不犯的 他在追求名文利養的時候 然後呢 至戰毀他 那他的出發點呢 第一種是為了利益眾生 第二種是為了要追求 這個 出世間的這個修行 找到沒 出世間 不是求出世間 是求出世間 出世間要三個合起來 追求這種出世間的一種 真實的名文利養 這個利益 這個就不犯 那不求反而有罪 意思一樣跟前面的兩種 你不這樣做 不去追求名利 也是反而要犯罪 那是以上是開原的部分 再來看到遮止的部分 塞折 就是要避 避塞避色 遮止的狀況 也是相對於上面的三位 就是至戰毀他 還有第三個名文利養 有沒有 前面至戰是不是有講過三大類 第一個是至戰 第二種是毀他 第三個是求名利的心 是不是 這三位 三種位階 或種或別 就是龍種的或是個別的 這樣子的 這種至戰毀他的行為 或是心態 假如是以這種禪相 禪就是煩惱 這個知道吧 煩惱的意稱 另外一個名稱 假如是以這種煩惱的心 蝉浮在他的內心 應心 就是相應於心 然後起念 就是生起 什麼念呢 就是煩惱的念頭 這樣子來違犯的話 雖未至重 雖然 還沒有犯到重罪 但是 菩薩還是犯罪的 只是犯的比較輕啊 也就是所謂的 方便罪之類的 這樣懂嗎 因為呢 以是所害法故 這樣子呢 會傷害到佛法的緣故 所以佛陀呢 就深深的要我們 來防患這種過失 那其餘的玉璃呢 也可以這樣子來推斷 鳥之 有沒有問題 再過來看到第八科 偽犯的果報 偽犯自戰毀他的這個果報 有哪些呢 合著 偶依大師就說到 果報呢 是 自戰弱實 就是自己讚嘆自己 如果是真實的 也就是說 你自己 確實有這種功德 來讚嘆自己 這就有點像是一個很 這個比喻就是很不好啦 想要自己增加 明文立揚 那不就是跟這個 賣笑的女人 淫女一樣 為了幾塊錢 或是一塊錢 看價位啦 這個就 我們講這樣子不太好了 這個 賣笑的女人呢 為了錢的緣故啊 總之就是這樣 為錢來賣笑 來出現嬉嘻 含笑 來招攬客人 跟這個情況簡直是一樣 這講得很很重 若富不實 如果 不是真實的 這個 表現得像淫女這樣子的一種 比喻呢 這個 只是說不好 但是假如是自己沒有這種真實的功德 為正言正 那就要加上一個什麼 大妄語的果報 我們前面有講過啦是不是 妄語界有沒有 有小妄語跟大妄語對不對 這個沒有 沒有正國 講自己有正國 這就是大妄語了是不是 所以就是 不實 而講出來自己有 那就是自戰的部分 那毀她的話 假如是真的 那名為 惡口 別人真的有犯這個過失 你講她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錯啊 別人真的犯啊 可是你不是她的師父 不是生團派你去 去教訓她的 我們沒有資格去教訓那個 有過失的生人 生團派出去的可以 你不是生團派出去的 不是生差的 那就等於是惡口 這樣懂嗎 那 假如是相反的不實在的話 喔 那就更 上一層樓 這個不是 不是更上一層樓了 這果報又更大了 就是兼待的 也要換到妄語 他沒有錯 結果你說他有錯 那不就是妄語嗎 是不是 所以呢 父兼妄語 不是只有妄語喔 前面的惡口也有喔 這樣懂嗎 所以叫做父兼的兼 兼待 等於是兩條罪啦 這樣懂嗎 真實的話是惡口 不真實的話就是兩條罪 惡口跟妄語 所有的果報 所有的果報 系完全如同 前面講過的情況 再過來 藏書法當大師的解釋 說到得報者 得果報的情況 他再把它分成 兩種來討論 第一種就是通論 就是融通的來討論 第二種叫做別辨 個別的來辨別 我們看到通論 就是引護國菩薩經 說到呢 菩薩有四種墮落的法則 第一種就是不恭敬他人 第二種就是被恩 就是違背恩德 然後殘渠 就是心思彎曲 不正直 這樣子來討好別人 討好這些有權有勢的人 這種菩薩也會墮落 所以前面不是有講過嗎 合著 偶依大師就說 我們不要學什麼 學國王論 不要學盜賊論 不要學盜賊論 也不要學什麼 養生的那個 的那個論點 國王論就等於是 討好國王啊 是不是 盜賊論就等於是 討好那些 作奸犯科的盜匪啊 是不是 也是一種 殘取 那第三種就是 就是 養生的那種 論點啊 可能是討好那些 誰能養生啊 就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對不對 這都是不好的 所以就 殘取 第三種呢 多求力養明文 就是 菩薩自己呢 這個 自私自利啊 染濁於明文利養的話 那 對於這個 眾生的話就會 他們在 度眾生 乃至於要犧牲奉獻於眾生 的事情自然就會慢慢的 消失掉 那菩薩當然就會墮落了 第四種就是 就是乍善養得 乍善自己三口一三葉 很良善 然後宣揚自己有種種的功德 就是自讚 自己讚嘆 這四種呢 就是四種的 墮落 的法則 如此的話 菩薩就會墮落了 這樣聽得懂嗎 再過來看到 個別來 個別來辨別 其中的果報 也分成兩種 第一種 別約毀他 分別的 各別來 約著 毀謗他人的 來說果報 譬如說是 《磅佛經》當中呢 講的這個 十人毀謀 十個人在毀謀這個 辯基法師 就會使令 當初的佛法 當時的佛法就是 少許的衰敗 這個靈詞 字面上意思是衰敗 逐漸衰敗的意思 但是後來這個 就衍生為這個什麼 一種刑罰的名詞 是不是 從明朝開始到清朝 這個靈詞是 從身上一片一片的肉割下來的 是不是 很痛苦 那種刑罰 也叫靈詞 兩點水的靈 跟這個 左腹右翼 耳朵邊的靈 意思一樣 同一個字 這樣懂嗎 同樣的意思 就是衰敗的意思 就是 會 死令活法 會衰敗 所以呢 此十人 就這十個人 毀謀 辯基法師的 這十位 就 墮到地獄去了 然後經過 無量劫 受拔捨的痛苦 那地獄出來以後 怎麼樣 富多生 就是很多事 都沒有長眼睛 乃至於最後 脫離三二道以後 得到人生 在逢 釋迦牟尼佛 出世 再來出家 但是他因為 以前的因緣 出家也很有修行 就很多時間 再來修苦行 修苦恨 可是再怎麼修呢 也沒有獲得 這個 正量 後來呢 再來就 再還俗 再墮落 這個是半佛經裡面 所說的這個 果報 乃至於廣泛的說明 這個可以去參考一下半佛經裡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這個情況 棒佔佛法的這個後果 有這麼多的一個情況 不好的果報 大家要小心 小心 再來 我們因為時間關係就 課程要趕課 我們就不講裡面的這個 詳細半佛經裡面的故事 大家回去就去參考一下 那個文章很長 因為很常可以 幾乎可以像小說一樣來看待 佛教的這個文學 寫的文字很優美 大家可以去參考 再來呢 別月至戰 再講到自己 讚嘆自己的部分呢 如 善提羅 善提羅在 這位 範文的意思呢 就是 食女 九露 就是說他本身不能夠行淫的女子 只要跟人家 性行為的話他就很痛 沒辦法處理 這種人 叫做善提羅 這五種人 像善提羅這樣子的情況 這五個人 這個在經裡面說的 哪本經後面會寫到 就是 這些人 五個人 過去生 四個人在林中 這個打坐 那另外這個就講的比較有點故事性 一個人在聚落就唱 去講說 我們這個 森林學派的呢 有這個阿羅漢羅 然後去 大家輪流去講 還是判一個人講 這個人再查一下裡面的內文 然後呢 就 大家都很歡喜說 阿羅漢那當然是 要供養阿羅漢真的是功德很大 是不是 就很多人去供養呢 這個故事 在綠章裡面也有說過 那他們得到供養以後呢 最後呢 墮到地獄去 然後也是被受苦惱 受到很重的痛苦 然後出地獄以後 身為人呢 就跟原來的施主呢 等於是你得到別人的利益 我們沒有正量給回向給人家 那他們供養你 把你當成阿羅漢來供養 他是不是有阿羅漢的功德 對不對 就像我們看別人是一尊佛 這樣子來供養的話 功德就跟供養佛一樣 好像是 是不是阿裕王是不是 好像在佛事的時候 是一個小朋友 我沒記錯的話 就是他在那邊海邊 玩沙 不曉得是不是海邊 就是小孩子玩沙有沒有 然後做一個城堡對不對 然後在城堡裡面 就拿出這個沙來供養佛 那好像是不是阿難 就是他的逝者呢 就說你怎麼拿沙給佛吃啊 叫佛來假佛是不是 那有什麼事情 但是佛說不可以這樣子 這個沙要拿去 所以佛常常在走的路那邊 鋪的那邊 讓他來踩 讓這個小孩子有功德 奇怪 對不起 是不是太冷了還怎麼用 就是呢 小孩子有 要讓這個小孩子有功德 因為他把佛 他是佛對不對 但是他供養的不是沙 他心裡面是一個寶藏 是不是 他在城堡裡面 這個寶庫裡面 拿出來給佛的 是不是 他在城堡裡面 所以他就有功德 所以他就有功德 所以我們接受人家的供養 他把我們當成阿羅漢供養 他就有供養阿羅漢的功德喔 可是怎麼還呢 真的很難還是不是 所以不好 不要自占毀他來得利養 所以出家人有時候也很怕這個利養 是這個原因 你看 就墮到地獄 倍受重苦 出己為人 於本施主 那就要償還施主對不對 那施主 就要做他的什麼 丹年 這個就是 抬轎子的人 來償還人家 是不是 乃是於持這個晦氣 古代沒有馬桶 都是便桶 要抬出去倒 你就要幫人家倒這個大小便 捏著鼻子也要倒 其實也不一定要捏鼻子 戴口罩嘛 要處理 要洗對不對 等等 這叫慈 晦氣以仁等 廣如律文 這個在衛城有經裡面有講 好像是波斯尼王的夫人 莫尼夫人的時候 有四位使者來 來這個侍奉他 就是所謂的善提羅 這個使女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古代也有這種什麼 太監對不對 然後 沒有太監來抬轎子 就找這種不會生育的女人 來抬轎子 不然他萬一跟國王發生關係 生了小孩怎麼辦 是不是 所以就找這種不會生小孩的來胎 也有這種習慣 硬度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繼續 我們來看到課本講義 課本講義 第兩百六十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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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行 第四行 第九科 新九 對治法門 這一門呢 對治的法門 法障大師 在他的解釋的書裡面 就講到啦 治戰毀他 對治的 行者呢 說出三點 大約來講就是 前面兩點是在講這個 我們要應該有的一些正確的態度啦 那第一點呢 是單獨對自己有過失的時候 第二點呢 第二部分呢是針對自己跟他人有過失的 那時候我們要怎樣的態度 第三點的導火線 就是剛剛說的這個明文立揚 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來對治 我們先看第一種 那第一種對治的方法呢 比如說 菩薩常治賢己 菩薩經恒常的自己顯露自己的過失 或是說顯揚自己的過失 使令他人來聽聞了知我有過失 當然啦在殺命的時候比較好修這一點的 我發現我自己有過失 可是呢等到你我們 這個生賴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你在講自己的過失給別人聽 然後別人呢再來 這個年輕一輩的就想 老一輩的都這樣子 那我怎麼修啊 有時候不能講 只能對同輩的來講 自顯過失也要看狀況 就好像我們這個懺悔的話 你要找對人啊 我們是二十辣的就跟二十辣左右的講懺悔 不要跟年輕人對講 那死他失去信心就麻煩 那 不做一念負常之心 不要 也就是在 內心裡面要做一個念頭 一個念想 那 不可以做這樣子的念想 有這個負常的心 師 這個 出家人法我們就不在這邊說了 是什麼罪啦 因為恐增長故 增長故 恐怕呢 過失會 增長廣大 那菩薩有這種心態 這樣子來 怕有負常的心 怕這個過失會增長廣大 會憂慮 這個過失會難以消除 磨滅 熄滅也可以 那對於自己的功德就常不顯說啦 這個很白話聽得懂吧 然後 不起一念要己之心 就是不要升起 一個念頭想要來炫耀自己功德的心思 因為呢 唯恐這樣子會耗損自己的功德 而且會憂慮自己呢 功德不會再增長廣大 那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第一個對峙的方式 來對峙自戰毀他過失的方式 要這樣子的想法 要有這樣子的心思 第二種呢 就是菩薩恒常的應該 對於別人 別的友情呢 怎麼樣 不要看他的過失 不要看到他的過惡 唯見其善 唯獨見到友情眾生的善處 所以就是說 常常 對小孩一樣 褒獎小孩子 你做得很好啊 做錯事啊 不要一直在看他的過失 反正他說 我那麼壞 那我去做派小孩好不好 我們就教不下去了 要常常稱讚 給小孩子也是一樣 大人也是要稱讚自己的弟子 你做得很好喔 然後講他的 想他的善處 然後怎樣 因此就要忍惡於己 忍受眾生的惡 於自己 有點像是我們以前講過的這個 那個 第三堂還是第三種課是不是 叫做那個自他交換有沒有 那個 什麼大師 西藏的叫什麼 中科巴大師 他們講 或是講那個 有一位法師 忘記了 這個記憶力不好 就是自他交換的一種修行 把對方看作自己的母親 然後把對方看 甚至看作自己的小孩 對不對 這種自他交換 假如他的母親 我不應該這樣子 假如是他的兒子 我也不應該對他這樣子 對不對 像這樣子的一種修行方式 來對待眾生 用這種心思來對待 那怎樣 然後怎樣 推善於人 就是把自己的善法要送給眾生 把自己所修的這些功德 不管是世間的善法 還是初世間的善法 就要化成白煙送給眾生 我們把他 常常就在 是他交換的心法 我們吸入佛像 佛前菩薩的白氣 到鼻子裡面去 然後再吐出來 惡的黑氣跑出去 是不是 也有這種在吐納的時候 這種 直觀的修法有沒有 類似這個意思 把善法呢 要推給別人 相對於眾生的時候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下化眾生的時候 也要把白氣吐給眾生 把眾生的黑氣吸出來 轉化成白氣 吐給眾生 吐不出來白氣 你就趕快在吸上面的佛菩薩的白氣吧 這樣子的修法 這樣懂嗎 然後心裡面恒常的要清靜 這樣子就會忍惡於己 推善於人 那心裡面就會恒常的 格外的清靜 這樣子的行詞 要恒常的來做 就此為常行 這樣聽得懂嗎 再來這裡面就做了一個問答 法藏大師就說 假如自己沒有惡而忍 什麼意思啊 自己沒有過失 沒有作惡 反而要忍受這樣子的委屈 那如果看到他人沒有善法 而推舉 來怎樣 或者是說 尊奉對方的 為上人 對方明明沒有善法 反而要來推舉他 那是不是有點慘媚眾生 那是不是一種 內心有慘虛 慘媚不正直的一個心 那豈不是就犯了妄語戒嗎 那這個 佛藏大師就做了一個質問自答 說到自據不足 安得無失 我們一個凡夫自己就是 實際上是處於 這個不足的 凡夫的一個階位 哪裏沒有過失 所謂無失者 所謂沒 也就是死法界裡面 真正沒有過失的人 只有誰啊 只有佛陀而已啊 連菩薩 八地菩薩 出地到八地都有過失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 當然呢 成佛的 有情眾生呢 他就是以累禁錮 就是他的累贅 也就是他什麼累贅啊 就是他的三障都除掉了 煩惱障 業障 暴障 都已經這種累贅都沒有了 三頁才沒有過失 另外呢 他無余善 他人其他人呢 縱然沒有一點點的 小小的善法 可是人人皆有什麼 皆有佛性 是不是 他的佛性 雖然還是存在的 我們要看他的佛性 佛性是他真正的大善 不要看他外表的 這個惡事 就好像說我們 這個看別人 就不要把一張白紙 只看那個上面的黑點 就是要看其他還有很大片的白 白色的部分 類似這個意思 他還是有善的 那真正的佛性就是大善啊 那 若意至此 假如我們的菩薩行的心意 真正的做意到這個地方 看到自己很不足 看到眾生還有佛性 像常惡經菩薩這樣子的修 那忍惡於自己 推善法於別人 那這樣菩薩呢 就不是慘媚了 不單單沒有禪取 討好別人 也沒有打妄語的狀況 而乃具發 而乃具發 就是 乃至於呢 那 具體 這有沒有打錯字 還是我看錯 這個 這個 具發就是 具 就是 完全的 發出 無量的善根 這個具是真嗎 真發還是 應該是 應該是說 具發啦 因為我們有真逐的光明 能夠開顯出來的話 就會引發真逐當中 無量的善根 是不是 這樣具體 完全的 發散出來 就會使命我們的 戒行 會清淨 或是戒體 也是清淨的 所以呢 這是菩薩 所應該受辭的法門 這樣解釋聽得懂嗎 再過來第三個方式 對智行者的方法 那法道大師就說到 菩薩常應於明文起觸 就是菩薩 恒常的應當在明文立揚 升起的處所 不要安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明文立揚 有時候會傷害菩薩的法身會命 所以怎麼樣 在論上 就講到一個例子 一個寄送 論裡面呢 這個沒有查到 然後 成英老師好像也沒有寫出來 這個事後再去查看看是出自哪裡 這個論裡面呢 就講到這個菩薩對於世事的供養 世事供養聽得懂嗎 這些利養呢 就好像 這個霜雪啊 冰袍之類的東西 那夏霜打冰袍會怎麼樣 有沒有看過這個 那個夏冰袍的地方啊 有沒有 台灣比較早發生 像 夏天的話 這個 澳洲那邊 常常這個會下冰袍 那個 下雨前先下袍 下那個冰塊 趕快躲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 那個屋頂上都一粒一粒的冰球 冰塊 然後不久呢就融化 然後呢就開始下雨 就要把它想成像是冰袍一樣的東西 打到會痛的 假如是 那些 樹苗啊 也會打到 是不是打壞了 嚴重的話會打壞 是不是 下雨不會傷幼苗 可是打 冰塊是不是會打 打壞了我們種的這個藥 這個菜苗是不是 也就是隱身是損害菩薩道當中的一個功德幼苗 所以這個明文立揚固然重要要支住我們的色身 可是呢 太多了反而會破壞我們的功德 發生會命 所以說魚與熊長常常不可兼得 適量的這個力養是需要的 過多就不好 這樣子觀想 又有另外一種觀想法就是 又如同毛繩 就是繩子啊 繩子會附著我們不得自在 他講毛繩也比較好 不要說 這個捆犯人的 古代捆犯人的繩子 很粗的 很難扯的 綁這個囚犯的 這個毛繩就是 比較好的繩子 比較漂亮的繩子 他也會怎樣 也可以綁人的喔 是不是 這個會使我們不自在 損害我們也是會很嚴重 所以呢 仲然菩薩如法的獲得了這些 明文立揚 但是還是必須要遠離他 也就是保持適當的距離 所以在這個 所以在這個 《家瑟經》裡面 有談到立揚交織 什麼意思呢 就是交錯在到達的地方 這個 有明文立揚的地方 這個 會集的地方 菩薩要遠離他 三個遊巡 這樣子的距離 你可以拿到他 但是 要遠離他 保持距離的意思 這樣懂嗎 更何況呢 故意的去自占毀他 非禮的來獲得這些明文立揚的話 就不應該啦 所以菩薩在理上 不應該是為了這個立揚 來自占毀他 這樣解釋 是懂嗎 再過來他又 法中大師又引這個 復國 菩薩經裡面 說到呢 有四個法 是菩薩應該要捨棄的惡法 這個不是說捨 捨棄 所以 菩薩應該怎樣 氣捨居家 不是你要在家 就是說 菩薩應該要氣捨居家 要出家的意思 這樣懂嗎 所以呢 菩薩法 假如你有學到那個菩薩界的話 那有些界事會教你 菩薩的話應該怎樣 準備 一波 放在家裡 不是自己出家 常常常要看到 我應該要出家 雖然現在沒有出家 這一次沒有出家 要放著 來思念出家法 就是不要染著以世間的意思 這樣懂嗎 甚至呢他有一條 好像是 有時候呢 看到有出家人要出家了 你馬上就可以拿這個一根波給他 是不是 你馬上可以供養 這樣是不是有個好處 第一點自己在思念要出家 遠離世間的成長 第二點 隨時可以供養 是不是 看到有人出家 我給你 馬上有 你就有功德啦 是不是 然後給了以後再準備 但是現在不容易啦 哪有那麼多 空間可以擺 所以常常就是準備有一個 自己的一個錢 準備要供養出家人 一波 是不是 看到哪個地方有 開三壇大戒 出家人的戒 就準備拿去供養 定時的供養 這樣也可以操作了 你要懂嗎 這是細微的 在家法 不一定要出家了 但是要有這種想法 第二點呢 菩薩呢 假如 真的出家了 因緣到了 像有些菩薩 這個在家 因為 因緣未居足 父母親還在 或是說 有些因緣 還沒有盡完責任 等到父母親都 過世了 他就出家了 是不是 也有這種情況 這就是菩薩行 有一天會出家 因緣到了 因緣到了 就出家 我不是鼓勵大家出家 是 要有這個心態 這樣懂嗎 既出家以後呢 就不要再貪求居士的這些力養 這要小心 第三種呢 要遠離諸多的彈樂 諸多的居士 不是不理別人 你有法會還是要去舉辦一下 對不對 臨終關懷要念個經 這個 回向給這個王者 是不是 居士往生的人 不能回來念經 這個像話嗎 是不是 平常拿人家的力養 念個經也不來 這個也不行 當然 要遠離 但是有個距離就對了 第四個 第四個 不惜生命 不應當愛惜自己的性命 生命 這四種法 四種要捨去的法 不是要捨去這四種法 聽懂沒 四種要捨去的法 然後這就是以上四種 就是應當要擠捨 是這個意思 不要誤會了 是 四種應當起 四種可以擠擠的法 不是四種法要擠擠 這個要注意 這樣如是的這個準照 這樣子的操作 自然而然就不會 犯這個自戰毀他 最後一點 懺悔行法 這個以前都講過了 都重複了 就是上品禪 中品禪 下品禪 就分別對這個 幾個人懺悔 都說過了 我們就不提了 以下三界也是一樣 這樣子的敘述 就兩行字而已 我們就跳過去了 以前也講過了 有沒有問題 再過來看到下一條界 叫遷襲加毀界 四個法門也是一樣 惠信法師也是把它判成 十個法門 第一個 第一門呢 就是略明致意 我們看到第一個科判 略明致意 第一門說到呢 簡略的說明 這個 誌這一條 佛在誌這一條 遷襲加毀界 真正的用意是什麼 法杖大師的書裡面就講到 至義者 出 就是最初 這個第一條界 最主要是 這一條界 最初就談到這個談 談是不是就布施的意思啊 談波羅蜜有沒有 你知道 布施度的意思 最初講到這個 布施度的時候 布施度呢 是菩薩道在做這個 六度萬恨當中的一個 首要的一個修行的方法 它可以設 可以統設後面的六度萬恨 的原因 那其實 六度哪一度最重要 六度 布施 慈戒 忍辱 經濟 是嗎 對 統統重要 這個常常要小心啊 法師在問你們的時候 要記得 統統重要 五界哪一度最重要 統統重要 不要被他這個 挖一個坑讓你跳 你真的跳了 統統重要 所以這個統設 可以這樣講 布施度可以統設其他五度 那其他的五度 任迎合一度 也可以統設其他五度 這樣懂嗎 要小心 要有這個觀念 六度都重要 六度都重要 都彼此會互射 是捨千成師 就是菩薩必須捨去奸灘的心 來成就布施 那大概就有十點 那 法當大師就引這個 《華嚴經》的文 在哪一品呢 在十 十行品 十地菩薩那個十行 這個初品就是初 最初就是歡喜地 就是歡喜行 裡面呢 裡面呢 就講到 此菩薩為大師主 那完全能夠捨離一切所有的東西 而且要有平等心的怎樣 來慧師 來恩慧布施 一切的眾生 然後布施以後呢 沒有這個追悔的心 也不期望別人 會給我們回報 或是說 期望未來有什麼果報 別人給我們的果報 就是 別人給我們的回報就是明文立揚 那未來的果報是 就是 生善道 好修行 這一類的 要有這個心態 也不求生勝處 剛剛講說生善道 在這個十地品裡面 甚至這個生勝處也不可以 不是說不可以 不要追求 當然生到那邊比較好修行 但是不會追求說一定要生在那個地方 就算不小心生到了不好的地方 像優柏梨 給人家剪頭髮的梨法師 被這個施主 被那個 剪頭髮的這個 財主這個 罵他害他打他 是不是 但是呢 他還是要修行 萬一不小心生到 出身不好的話 所以說 不求生勝處 是這個原因 這樣懂嗎 也不求利養 不要追求種種的利養 有的話就沒關係 你生下來的貴族 有過世嗎 有錢人出家 根本沒有人敢管你 你的爸爸就是國王 王子出家 誰敢那個罵你 等一下這個 跟國王告狀 這個罵你的人就糟糕了 這個呢 生到那個地方 也不得已生就生了 是不是 但是還是要修行了 是不是 別人來講說 求之不得 是不是 當貴族出身 當然好 當然比較沒有逆緣 但是呢 不要追求說 我一定要生的好 生的好處 好的種性家 他就問你 師父就問你 你要追求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沒有講出來 萬一講說 某某人對我不好 我要當大國王 來整他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人發這種願 那就不好了 是不是 所以叫做不求利養 不求勝處 不求勝勝處 因為有這種追求的話 搞不好是有一些 小心思在 對不對 所以要放下 你不要做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有些 恩怨情仇 還沒有放下 我們不小心會碰到 對不對 但是就是要注意一下 你假如是有這種心思 會追求這個生到善處 地方搞不好還有一些心思 除非你已經八地菩薩以上了 沒有那個心思 普通人還是會 有點小心思在 所以還是小心 所以就不要求生勝處 也不要求有好的明文力 這樣比較好修行 所謂的十則 那十種呢 這裡就說到 菩薩這樣子要捨去千灘有十種的意義 第一種就是心 有他的布施的心情是怎樣 是要救護一切的眾生 那 那布施給眾生 他們苦惱就能夠解除 我們是不是結了一個好的善緣 對不對 將來他假如 逼我們找正果 他就來教我們 是不是 再不然的話 萬一我們有困難 他會來解救我們 是不是 要跟眾生結善緣 第二種呢 就是要攝取一切眾生 趨向佛道 菩薩在布施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種心思 為了要攝取眾生 所謂的什麼 有一句話 有一句話 未曾佛道先結人緣 有沒有聽過 當然這句話不是我去找的 是成義法師找的 我不能講他的這個 我不能講他的這個 著作 著作權 是他講的 他查的 他從哪裡查 這是他的事 第三點 第三點 欲饒益一切眾生 想要饒益一切的眾生 為什麼呢 讓眾生不要在三界裡面受苦 遠離了三界 遠離了三界 這才是布施的本意 是不是 想要饒益眾生 再過來 第四點 想要學習一切諸佛 過去因地原本的行詞 就是過去諸佛 為了要射受救護眾生 來行菩薩道 乃至會捨自己的頭目腦水 來這樣子的行詞 這個是比較高 高階菩薩修的 我們不要真的去捨慕 你挖眼鏡給人家 人家敢要嗎 當然那個什麼器官捐贈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要捨去身上的這個 那個什麼內財外財 對不對 無謂財是不是 內師外師無謂師 有沒有 這樣子的意思 這個故事大家都聽很多了 就不提了時間關係 我們看到第五點 欲正心意念 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心意 然後來意念諸佛過去因地的一個行詞 佛怎麼修 我們就跟著修 佛能做到 我們就也要去做 但是盡力去做了 看我們的階位 我們的正量到哪裡 就做哪樣的事情 不要低階位的修行者 去修這個高階位的修行方式 那就麻煩了 做不出來了是不是 第六點 要清靜諸佛過去因地原本的行詞 這個也很容易了解 那第七點 想要正式來授持 諸佛過去在菩薩行的一個行詞 這個都差不多了 這個大概就是第四點 四五六七 這四點都是要隨順諸佛 在效仿模仿諸佛的這個因地的菩薩行 再來看到八九十 第八點就是 菩薩要顯現諸佛過去原本的菩薩行 因為眾生都是顛倒的 那菩薩就要以身作折 來布施示範給眾生看 眾生看了這樣子很好 這麼莊嚴就會跟著學 就是這個第八點的意義 還有呢 不曉得陳奕法師是哪裡找到的 沒有寫出處 在四五六七這四點呢 相當於是菩薩的自受用的部分 這樣聽得懂嗎 那第八點就有點是他受用 就是示範給眾生看的 這樣懂嗎 有一個自受用 他受用這樣子的科判 出處在哪裡 他沒有寫出來 有這個意思 第九跟第十呢 在看到 第九就是要 說菩薩想要廣泛的來宣說 諸佛過去原本的菩薩行 菩薩在布施的時候要提倡宣說 菩薩行 但是一個人有時候做不了那麼多 就用講的 這樣子有解有行 眾生也能夠得到利益了 雖然我們還沒有做到 但是告訴眾生 眾生能夠接受 他也能修啊 是不是 不一定你真的要這樣做了 第十點就是想要使令一切眾生 要離開痛苦 來證得什麼安樂 涅槃的安樂 這聽得懂嗎 很簡單 大概八點 第八點除了是他受用以外 八九十 相當於是菩薩要透過布施 要去實行這個利益眾生的一個工作 自利利他嘛 菩薩這是要做的事情 像譬如什麼 四色法有利益生有沒有 利益眾生 就是類似這個意思 應該是講利行 有個什麼生啊 我記錯了 四色法的利行 你看 再過來 一級大師的書也講到 菩薩大師這種饶益眾生的心懷呢 應該怎樣 在眾生還沒有來祈求我們的時候 就要來開始來布施給他 那現在呢 有祈求的人 祈求的人 陷在菩薩面前 菩薩尚且令習自己的東西 這沒有送給眾生 乃至於更進一步的還要加以毀謗 侮辱他 那等於是頓乖 就是頓然的乖為 頓然就是也是完全的意思 頓然完全的乖為菩薩 要教化眾生的這些道法 所以佛陀就要制這條戒 制斷就制成他為眾戒 聽得懂沒有 翻到下一頁 再來隨文示意 戒文裡面 有三條戒文 我們這個 首先先正式本經 這樣子的一個科判 正式解釋本經 在解釋的時候 然後再分為次第 就是為什麼這條戒在 排在自戰毀它之後 為什麼是第八條戒 為什麼排到第八個位置呢 這個原因 還有就解釋這個 遷襲加毀 是什麼意思 這條戒的名稱 最後來解釋戒文 三個一個科判 我們看到次第 法藏大師的書就解釋到 為什麼前面是自戰毀他 他把它排列不一樣 就戰毀自他 以求名利 所以有時候要 寫文章要稍微的 改變一下寫法 這樣比較不會重複 文字比較愚美 前面是這樣子的情況 是為了求名文利 那希望未得的財 未得之財呢 還沒有獲得的財物呢 希望得到 然後追求什麼 追求的時候 的一個過失 這樣聽得懂嗎 不是說追求時過 追求時下人的過失 不是這樣解釋 是追求名文利養的時候 那個time 那個timing 所引申出來的一個過失 那今約就是現在約者菩薩已經 獲得了自己的財物 或是自己的佛法 現在反過來怎樣 堅禧 因為念謙 謙令 就是捨不得啦 那 謙令不捨 太吝嗇了 就藏起來 就除藏 序存 叫做除序 看得懂沒有 就會怎樣 隱身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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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面的這一條自戰毀他界比較粗 那後面的這個遷徙加毀界呢 就比較細微的部分 所以粗的先置 細的在後面置 有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那時間關係 那時間關係 下個禮拜再來討論 那我們 進度有點 有點拖 講多盡量 趕進度 下禮拜我們再來談到第二點 為什麼叫做遷徙加毀界 好 向下文章 負以來致 我們回向 念 世王世願 眾生無邊世願度 煩惱無盡 煩惱無盡世願斷 煩惱無盡世願斷 法門無量世願學 法門無量世願學 佛道無上世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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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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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